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实态 说到实态 大家脑子里面可能首先蹦出来的 就会是英语语法书上面写的 那个16种实态 什么现在进行实 什么过去将来完成进行实 就是各种名字很长 然后背的位不清楚 记得记不住 特别容易搞混的那些实态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计实态的方法 第一步就是请大家忘了 语法书上看到的那些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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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态 全部都忘记 如果忘记了可以弹幕扣1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实态这两个字 实态就是由实跟态组成的 不管你是有16种实态 还是有61种实态 都跑不出这两个字里面 就是翻不出这二指山 实就是表示时间 态就是表示状态 时间分成三种 就是现在过去和将来 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以前发生的事情 和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这个特别好理解 然后太呢 就是有一般进行和完成 这也是事故的三种状态 一般呢就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就是表示一般性的陈述 就比如说这是一个杯子 太阳会绕着地球旋转 这些都属于一般实态 进行呢就是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持续过程中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结束 而完成呢就是我已经做完了这个事情 这是表达事物的三种状态 那么这个三种时间 跟这个三种状态去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 就会有我们的所谓的16种实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那种蔬果汁 就是有蔬菜和水果混合而成那种混合果汁 那种蔬果汁卖的地方呢 它会有1加1 就是一种蔬菜加一种水果 或者是1加2 就是一种蔬菜加两种水果 就是这样子混合的那种果汁 实态也是一样 它有1加1的实态 就是有一种时间加一种状态的实态 也有两种时间加两种状态 或者是一种时间加两种状态 或者是两种时间加一种状态 就是它有一加一有一加二 有二加一有二加二 这几种 那么我们今天就主要是来讲 一加一的实态 大家可以看这六种的一加一的方式 一共有几种 首先有一般现在时 现在进行时 现在完成时 然后是过去也是一般过去时 过去进行时 过去完成时 然后将来也是这样三种 所以它一共有九种 一加一的实态 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九种实态 虽然平时在理法书上呢 不管是这里还是这里 都是叫实的 就是现在时 一般时 过去时 进行时 都是叫实的 那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呢 为了进行区别 我们把这一边的叫实 这一边的叫态 比如说现在时 一般态 进行态 完成态 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九种实态 其实这九种一加一的 基本实态是最好理解的九种实态 你只要把它这个时间的这个意思 加上这个状态的这个意思 这个字面意思加在一起 你就基本上理解这种实态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现在进行时 就是我描述一件 我现在正在做的 然后还没有做完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 I am talking about the tense 我现在在讲实态 那么现在完成时 就是讲一件 我现在已经做完了的事情 就比如说 I have had my lunch 就是我现在已经吃过午饭了 那么我把它换成过去 就比如说过去进行时 就是我去描述过去某一个时点 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比如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晚上的那个时间段 我都是在图书馆看书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用的是过去进行时 就是在过去的那些晚上 我是在图书馆看书 是这么一个意思 同样的过去完成时 一般过去时 将来进行时 将来完成时 大家都是顾名思义 都可以理解 将来就是放在将来的 就是看将来的某个时间 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虽然这九种时态很好理解 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点 就是完成态和过去时的区别 完成态表达的是 我已经做完的事情 而过去时表达的是 过去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两种时态 其实是有重复的地方了 因为我已经完成的事 肯定就是过去发生的事 不是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可能有的小伙伴 你会觉得很迷雾 这两种时态 我应该怎么用呢 其实不用迷糊 因为时间和状态 就是描述一个事物的两种属性 它有重合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就好像这个东西 颜色和形状 就是它的两种属性 你可以从颜色去描述它 说它是个绿色的 你也可以从形状去描述它 它是一个长方体 它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去描述这个事情 时间跟状态 跟颜色和形状 是一样的概念 就有的时候你说一件事 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那样说 不同的表达方式 可能表达的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你表达的情感 强调的内容 强调的点 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区别 就比如完成态 它强调的是 我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 而过去时 它没有完成的强调 就没有说 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事情 没有强调这个完成 它只是说 我之前做过的一件事情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男朋友 早上十点钟的时候 给你发了个微信 表达一下关心 说你吃过早饭了吗 然后你回答 我吃过早饭了 然后第二个情况是 你早上出去 到那个小麦夫去买东西 然后那个小麦夫的老板说 哎呦你这么早就来了呀 然后你就跟小麦夫老板说 是啊我起床 然后吃了早饭 然后我就过来了 那么这两句里面 都是有一个吃了早饭 那这两句的实态 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实态呢 首先第一句 男朋友为了表达关心 他关心的点是 你有没有把那个早饭 吃下肚子里面去 就是你有没有完成这个事情 所以你的回答 肯定也是 把这个完成的这个点 是强调在里面的 就是我强调的是 我的早饭我已经吃过了 吃完了 所以这个地方 肯定用的是完成态 就是I have had my breakfast 那么小店老板呢 他并不关心 你有没有吃过早饭 你也不需要跟他强调 我早饭已经吃完了 吃到肚子里了 No 你不需要跟他强调这个 你只是告诉他 我先干嘛再干嘛 然后我就过来了 所以我来的挺早的 那这个地方 你就用过去式就可以了 就是I got up had my breakfast and then I came here 就OK了 就不需要用完成态 这就是这个 两个不同的场景 用的不同的实态 去强调不同的意思 语言不是死的 你在说一句话的时候 你不能把说话的内容 跟你说话的语气 说话的情感 去割裂开来看 你也不能把语法 跟语境割裂开来看 就好像你说这个 我吃了早饭这个事 你要把它跟你的 表达的强调的重点 跟你跟谁说话 说话的对象 去把它结合起来 你才能正确的去选择 我要用什么样的实态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 都割裂开来看 那不管你是用 现在完成时 还是用一般过去时 都没有人会说 你是对还是错 他没有对错之分了 就是说 我再给大家提一个例子 我跟师姐在等公车 然后车还没有来 我就问师姐 我说车什么时候来 那这个时候 大家看应该用什么实态 如果你把时间 跟状态割裂开来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我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车还没有来 那车来 肯定是一个 将来发生的事情 那我应该用将来时 When will the bus get here 那如果从状态的角度来看 这个车是公车 就意味着说 这趟车 今天这个时间点来 昨天也是这个时间点来 明天也是这个时间点来 就是它是一样的 固定的 所以它是一个 一般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般态 那我可以问师姐说 When does the bus get here 这是用一般态 那么现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在等车 都这个点了 When will the bus get here 不知道 然后第二种情况 When will the bus get here 不知道 你说的不知道还会说别的话吗 说啥 OK 大家看明白了吗 就是虽然我在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当我用将来时的时候 我强调的是这个事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发生 为什么要等到将来才发生 其实我强调的是这个事 现在还没有发生 还要再过一段时间 才有可能会发生 我强调的是这个 就是因为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我很不耐烦 然后我就要冲事件 要发火了 要发脾气 说这车怎么现在还没有来 其实当我在用将来时的时候 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潜在词在里面 潜在的意思在里面 就是有一个强调 就是强调 为什么它现在还没有来 而当我用一般态的时候 其实我是比较心平静气的 就是我们在等车 然后我就很随意 就很自然 很正常的问他 这个车什么时候来 就是我只是想知道 这个车什么时候来 我并没有强调说 这个事情是将来才会发生 现在还没有发生 没有这个强调的意思在里面 现在大家知道 为什么三种状态 是进行完成和一般了 为什么依法学家 要把这种状态命名为一般呢 因为它真的就是一种 很一般的状态 就是你什么也没有 怎么太强调 什么也没有潜台词 什么 这种都没有的时候 就是特别 心平气格的一个 一般性的陈述 就是用一般的这个状态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关注我 下次我们继续讲 一加二组合方式的实态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